好 大家好 帶你關心立法院二十號開議 國民黨違規待麥克風進議場 引發民進黨立委黃捷看不下去上嫌阻止 不過卻跟國民黨的立委徐曉星爆發衝突 而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事後也在社群平台上 發文聲援黃捷 直指黃捷就是比徐曉星漂亮又有才情 還說黃捷比徐曉星高半顆頭 但這個比較外貌還有深高的發言 馬上被徐曉星批評是歧視 帶您起來聽 我覺得不能因為你們自己民進黨的黃捷 也在議場上表現不好被電爆 然後你就氣噗噗的拿人家的外表去做羞辱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後來我知道之後 我會認為民進黨中央應該要公開的出來 譴責他們的高雄市黨部的行為跟跟我道歉 我認為高雄市黨部的發言確實不當 因為每個人的審美是很主觀的 而且長相跟在立院的表現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沒有必要針對昨天的表現 在外表上面做文章 那這件事的重點還是在於國民黨違規攜帶麥克風 而且許曉星主動推人這就是不對的 所以應該大是大非的來討論 並且予以譴責 可以聽到許曉星要求高雄市黨部為此道歉 黃捷則緩加說用詞的確不當 不過事情起因是國民黨違規在先 許曉星也動手推人也該予以譴責 而高雄市黨部惹出爭議之後 也把貼文刪除 表示小編用詞不妥 已經要求小編虛心接受大渣的指證 未來會招待小編要更謹慎留意 並加以改進